大家好 我是肥音 今天又来挖笋了 你们看我身后黑鸭鸭的一片 给你们看看什么是雨后春笋 这片山上次已经挖了一遍了 今天是挖第二遍 下了几天雨之后 黑鸭鸭的全长上来了 笋下了雨之后长得特别快 这里长了三颗都要挖掉了 这个衣服是我们请的挖笋师傅 把笋师一流的 一锄头一个 笋师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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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挖的地方也要挖 像这种长在路边都要挖掉 挡路 这个留竹子 大的留竹子小的挖掉 竹子间隔2到3米 留一颗就可以了 这个看起来出头那么一点点挖下去 这么大戈 还有一个黄芽笋 再过30天上面一挖 这里就过掉 下雨天的笋长得特别快 别看这个笋刚刚出了个小小的芽 不挖掉的话明天又长一大截上来了 正宗的黄芽笋 正宗的黄芽笋 这笋长得太快了 这笋长得太快了 哇 两三天时间就长这么大 倒去三天一年 下来是什么北山 暖山 这种水还嫩的很嫩的 对 水太多了 没长大 没长大就是高起来了 来不及长大 来不及长大 这么弄个笋 老爸还要砍砍砍 把它砍得那么短 我们要砍的弄 要烤得干 价格又又 它又卖不起价格 房地山的笋 就这样子水分多 就没干了 就没干了 有一个人来买水 他不要的也应该 找人拿去 卖的就价格 老爸卖东西太干脆了 就自己知道做 也不知道卖 本来我们山的水呢 不像这么好些 山口就卖掉 大喊呀 银银银银银 他是怕卖不掉 其实我们这个水不求卖的 嗯 没一点东西就怕得出得了 哇这个 好长啊 屏幕都放不下了 这个也是很长的啊 这个如果不是长室位置 留竹子也很漂亮 这个如果不是长室位置 因为我拿的管管 哇 jeg 下个鱼的时候 好 什么 好 他们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